哈喽各位好 欢迎来到Andy的游戏频道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看一下战锤3的一个更新改动 1.1版快速来浏览一下 也不能说快速啊 我想说带一下这个内容 然后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因为我觉得这个版本确实 当前的版本啊 确实蛮有争议的 那这个原文的话 我已经稍微浏览过了 所以我会直接先用翻译功能 然后用这个翻译功能翻成中文 你会说 哎这个可能跟原文意思有差 不过我是觉得既然是中文介绍了 我也懒得跟他们要那个 呃中文版本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啊 说不定问了之后 他们还要处理一下之类的 那我也不确定简体版那边有没有 总之我们今天就看一下这个 呃直接翻译的版本 因为大致上你还是可以阅读的 那总之这里第一条的话 他就有写到这次会做平衡性的更新吗 好修复一些机制的调整 这两个应该是目前最重要的部分 然后还有提到的就是 mortal empire 就是我们的反戒帝国跟血包这部分 因为一直有那个玩家一直在 呃一直在抱怨这个东西吗 哎呦怎么不出这个mortal empire 然后跟血包 那这个部分呢 我相信呃如果你是开发游戏的 我相信应该很少人在开发游戏啊 好我本身就是一个开发游戏的设计者 我可以跟你们很明白的讲 这种东西绝对不会在游戏版本稳定之前 会去推出 所以你们完全可以放心 你们完全不可能等得到这个版本 在他稳定之前会去出的 所以他后面有写到 好游戏需要处于一个坚实的位置 也就是说他们会需要这个稳定一点 所以才会去 发布这个两个版 就是两个DLC的发布时间 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你就会想说 那到底为什么不能先出啊 啊现在版本那么难玩啊 为什么巴拉巴拉怎么样呢 但我要跟各位讲的是 开发流程就是这样 因为现在的游戏 你必须要让他先稳定下来 不管是平衡 不管是机制 或者是怎么样的内容 你一定要先让这个东西完 完成 你才可以再发布这些东西 不管是为了行销 或者是为了游戏的稳定度而言 这都是很重要的 毕竟如果你现在版本的机制都已经 呃 不是让大家那么满意了 你这时候再去 强行的推出Mortal Empire 这个版本 就是这个DLC的话 我相信应该不会更好了 所以 你们就慢慢等吧 如果这些版本一直没修好的话 我相信这个两个东西是 不可能会提前出的 不但会被骂 呃 又不会是一个好的下场 如果 连这个凡戒帝国出了 最后还是救不回来的话 我相信 呃 你如果是喜欢战锤的朋友 我觉得应该会大失所望哦 我们这次战锤3出来已经 流失了蛮多的玩家了吗 那我们后面会来看这个问题 那这一次呢 补丁的1.1 也是patch 1.1的话呢 我们看到最重要的改动就是混沌王国的玩法 就是 我会直接讲上面的翻译啊 啊 总之 你们真的很care这个中文的话 去看原文好不好 因为我已经看过原文了 我希望在 中文的讨论上 我让大家更快的可以了解这个东西 那我讲的内容应该就是 正常的内容 我会照着念而已 反正这个混沌王国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现在的那个 混沌玩法吗 会开裂系啊 会进魔狱啊 抢灵魂这个东西 所以他大致上改了这些东西 哦 那实际上 我我要 我们也是要等他那个 每一个条目列出来 才会更清楚一点 不过大致上 就是这些了 好 负面特质强度降低50% 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进魔狱 不是呆了几回合之后 就会 获得负面效果 然后你叠了三次吧 最多叠三次吗 负面效果之后 你就其实扣蛮多 就是debuff还扣蛮多的 所以这个 这个负面效果被减低 大概50% 其实算是不错了 毕竟你在魔狱里面 受到这个debuff影响的时候 就已经不是很好打了 之前完整吃到三成的话 真的拖太久 完全是不妙的 好 再来的话呢 这个守护者传奇领主 将不再被各自守护成 负面特质所类 好 就是今天 如果你是呃 纳垢的话 你进纳垢的魔狱 你不会再被纳垢的魔狱负面特质 去嗨 那你恐虐也是一样 所以这一条就是 更符合这个游戏设计法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当你现在在那个魔狱中 啊 获得那些负面特质 你只要完成那个魔狱 的生存战斗 他就会被删除 所以你再也不用回去解除你的那个负面特质了 这一点如果你有在跟我的直播的话呢 你应该也听过我讲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不合理的 惩罚玩家设计就是这样来的 就是你今天完成的一个任务 但你获得的报酬基本是零 你为的只是推进最后的胜利而已 而且你花了你的部队跟成本下去 结果你获得是满身的伤痕 你还要回去看脸去修复这个东西 不要跟我说造老鼠的那个建筑火把 然后没有人要造那个东西 那只在有够烂 在现在版本强度这么高的情况下 你根本没有空间去造那个东西 而且那个也只有魔狱出来之后 你还用得到剩下的 我是认为用到的机率太低了 总之这个呃被修掉了 那我觉得是好事情啊 各位可以更自由一点 再来的话看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就是你当AI到最后一个打灵魂熔炉的时候吗 就你去拦截他的话 他们灵魂就会被丢失 而且迫使他们重新开始收集 对就是你现在可以让他的灵魂 直接就是不见 我把灵魂打掉 让他可以重新收集 我相信这也是可以让你更自由的玩 这一个战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动 你终于可以把灵魂打掉了 我也讲过这件事情 我只要你有跟直播应该都有讲过 或者是在讨论室啊讨论区 不过讨论区我应该是在会员频道讲的啊 ok 反正总之这个也改了 那的话我也讲过嘛 现在烈系你也是没有办法阻止他生成的 所以现在通过保护链的建筑啊 就是你的目前会有一个建筑 之后应该会新增吧 叫做就是有保护类型的这个建筑 可以防止这个烈系在建造他们的省份生成 啊这也是极度的重要 有这个的话你就可以去有效的控制你的 烈系的生成 那这个好处就是可控你的省份去防止烈系 这样就不会说我今天扩张之后你一直惩罚我 这个是很不错的改动 然后再来的话呢是这个通过在有限时间内提供额外的奖励 可以获得灵魂奖 获得改善 这也是我讲过的事情 就是你的你打到灵魂之后呢 没有任何好处 你抢到这个灵魂 只是为了推进你胜利的进度而已 这个对玩家来讲也是一种惩罚 因为你付出了极大的成本 那现在呢 你只要打赢这个就是魔狱的任务之后 你拿到那个灵魂 你会有在一定的时间内获得额外的奖励 可能是行省公共秩序啊 可能是一些资金的成长啊等等的这些好不好 那这些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改动 所以呢他也讲了嘛 Ca这边也讲了 让你不要那么紧迫 对 这个会在持续调整啊 先改这个东西 有人可能会觉得说 这可能还不够多啊 巴拉巴拉 还想改什么东西的 但要先搞清楚一件事情 所谓游戏设计 你必须要在可控的范围内去改动 也就是说今天改这个东西 必须先上架一阵子 让他先在游戏中work一段时间 run一段时间 你才能知道说这些改动是不是有效的 再进行下一波改动 如果你一次改动太多 你会导致这个问题过于复杂 最后这个游戏会变得难以修复 所以这次改动这样子 我觉得已经算是蛮大的 那接下来的话看到是补给线的部分啊 补给线现在不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 呃死掉的领主好像 反正好像是不会减维持费 还怎么样吗 总之这个是bug 应该会修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哦 步兵反应能力 这个是那个 以前步兵你叫他转身之后 他转的蛮快的 然后现在三代你叫步兵转身之后 他好像会慢慢转 所以他的反应时间就变得很久 也就是说你现在步兵很难做出反应 那这个部分 CA看起来也是有要修正这个问题的 总之 呃他们应该是因为AI的关系啊 所以对就做出了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改动 总之这之后应该会做修正 而且他说他是会修回跟战锤2一样的回应速度 我们之后再看看 啊那再看到的是派系的平衡 那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玩统治战啊 就是征服战模式 我频道也有上传好几部影片了 那我本身目前玩过食人魔 玩过孔虐 然后玩过Kissleaf 啊剩下的我暂时还没有那么多涉猎 因为没什么时间 震弹超多人玩的啦 可能也是我打的时间 或许是亚洲这边玩的人比较多 所以我基本上在天地上对战的时候 遇到震弹的几率真的是有够高的 他胜率现在是最低的啊 他确实没有那么没有到那么难打 然后食人魔现在的单位真的是有够全面 而且他在征服战模式中每个单位都过于强大 就是不管是充电能力也好 他的火炮也好 就是都很强 所以他的胜率高也不意外啦 然后奸騎之前也讲过了嘛 我在还没发售之前 还没打征服战之前也讲过 奸騎这个阵营一定会很强 因为毕竟他都是全部的骑蛇 骑蛇中的骑蛇 他全部都远程单位又加上有高强的魔法 他的胜率高也是合情合理的 好至于这个色孽孽 孽孽 孽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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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為他的一些單位的問題 還有他的調和的問題 不過我覺得調和問題 倒也沒佔那麼大 主要還是他的單位的一些問題吧 因為農民兵這個東西 好像也壓不太住點 就變得戰鬥能力有點堪憂 包含他所有的那個 就是正常的一種 前鋒跟他的一些弩兵 其實都沒辦法打出什麼 太多的爆發力 就導致說震彈在 攻點跟手點上會變得相當的劣勢 那總之他勝率就比較低 下面也有說他要怎麼做調整 總之 食人魔他們都覺得表現非常出色 然後會做一些重大的調整 這邊暫時沒說要幹什麼 然後 Grancasset 這邊有一些翻譯錯誤 什麼國泰航空這個 他叫Casset還是什麼的 就會變翻成國泰航空 總之他就是叫這個震彈 他是說是最差的 然後他說什麼 在他的軍隊規模龐大的時候呢 例如在陸戰 他表現是最好的 所以 現在震彈問題其實在於 他一開始就打征服戰的時候 他一開始能叫單位偏少 所以出來都蠻弱的 然後後續補上來的兵 就變成很像下水餃的感覺 這就是震彈現在比較弱的原因 這時候應該會做調整吧 然後Kissleaf的話一樣嗎 他們也覺得 好像是還不錯 只是有些單位特別突出 有一些單位特別突出 然後他會再觀察一下 對 然後那夠的話 呃他在比賽環境中表現不佳 因為速度較慢 然後受到遠程火力攻擊 對就這個應該他沒有注意到 而且這應該不用他們注意到 應該就是一個可預期的一個結果吧 還有這個色孽啊 那這個色孽可能要在之後再看看吧 然後孔虐的話目前他們算是滿意的 我覺得在天地上孔虐有一些單位要做改動還是得改啦 他整體上沒有什麼問題 但有一些單位例如 他的斯卡柏蘭那種 那種直接無腦切死對手的單位 可能要再調一下照他的cost 或是調一下他的爆發能力之類的 不確定 啊總之 現在你們如果有在頻道上看到孔虐的對方大多是腦衝嗎 但是我相信 真的在打比賽的 或是比較會玩的 他的 那個傳奇領主是不會給你腦衝的 他會去打你重要的目標 所以孔虐這個某一些單位還是需要改動的 那總之這個就是對戰上的一個平衡 那你同時如果你調整這個當然也會影響到戰役 也不要說覺得 哦我沒有打這個線上對戰好像沒差吧 呃息息相關好不好 上面一些錯誤的修復我們就暫時不講了 反正就是一些什麼autotab 然後一些巴拉巴拉的問題 之後等他公告再來看吧 反正就是那個對 對這種bug修復 呃後面的話就是他有講到mod的部分啊 那mod我應該在玩偷遊戲前也不會去用 但我相信有很多人喜歡改成自己玩起來很high的模式 那mod之後也有可能會 就是跟各位見面哦 那再來的話就是 哎他的那個roadmap roadmap就是所謂的開發的流程 路線圖 開發路線圖就是讓玩家是知道說 今年到底會出些什麼內容 明年會出些什麼內容這樣子 嗯 我覺得現在戰錘3的情況就是 已經面臨了 他一開始設計上讓很多 休閒至一般玩家都玩的不太開心的情況 那當然以我自己來講 我覺得戰役玩起來也是蠻壓抑的 就是玩起來並沒有那麼自由 你的選擇路線很少 你為了贏得戰役 你的選擇會變得非常的狹隘 嗯沒有像以前那樣子 我今天要打東就打東 打西就打西 今天你可能就只剩下兩個選擇 就是可能 沒有太多的一個余地可以讓你做操作 所以之後這個版本改動之後呢 我相信應該會 好不少啦 那實際怎麼樣我們還是之後再 改版之後再去看看 我也不確定 那總之 現在CA應該會等到這些東西修復之後 才會繼續做下一步 然後這個對於開發來講 都是非常正常的一個事情 我一開始也剛剛就講了 我不可能說在這個產品都還沒有穩定之前 就把這個遊戲的DLC跟什麼改版 然後跟什麼平衡放得很重要 因為這不是現在遊戲最主要的問題 也不是現在什麼混沌陣營 呃冰種太少這個問題 我已經講過N百次了 冰種少不是問題 反正你那麼多冰種 如果一堆都用不到太弱的 你也不會去用他 那個充其量也只是讓你看起來比較爽而已 好現在 混沌的單位大部分都是有用的 那他也都是必要的 所以我覺得這倒不是真的問題 問題就是在於一開始講的 混沌魔獄的機制 好這個這個玩法 我們就期待他這個改了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吧 OK 那這次改動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個人當然是不希望戰錘3 就只是這樣 畢竟現在RTS已經 沒有什麼作品可以玩的 戰錘3是我們很期待的一個東西 這是今年的一個很大的一個作品 那很不幸他這次出來之後 讓很多人不是很滿意 包含我自己 我當然對他戰役玩起來也是覺得 我當然是一個喜歡挑戰的人啊 你說如果要我繼續玩下去我還可以玩下去 可是我可能真的破一次就不會想要重新再破一次 因為他這玩法就確實自由度很低 我可以接受他在傳奇模式有這個挑戰 可是他在其他難度可能可以不用這個挑戰 或許其他玩家就會能接受這件事情 畢竟如果我今天我傳奇打不過 我退而求其是玩個疾難 玩個困難 玩個普通 他的玩法可能會有所變化 我覺得可能就不會讓玩家那麼反感 如果他這個難度放在傳奇模式的話 或許他也會變成一個討論的熱點 就是 你竟然可以過傳奇好屌 教我怎麼玩之類的這種反應吧 那我們就一樣了 以待這個版本 然後如果改的不錯 當然就我們還是會回來玩啦 這戰錘3我也不會挺嗎 對 那就今天的影片應該就跟各位介紹到這邊 嗯 我之前原本有打稿 就是要準備做一篇那個 懲罰機制的問題 可能要做一個detalk 的一個系列 不過看起來這個patch已經先出了 我就不要馬後炮了 我看起來很像馬後炮 但我已經先講好這些東西了 就是他這些改動我其實在那個detalk 裡面都有去講 只是現在他既然都出了這個版本的話 我感覺也不需要再拿那個版本 就是我寫的那個寫的那個腳本出來講的 好不好 ok 我們今天的patch 好就跟各位稍微介紹到這邊 我們希望之後戰錘3可以越做越好 我們也期待他之後的反界帝國跟各個ldlc的補充 ok 那今天的patch 介紹就到這邊 別忘記的訂閱按讚 那我們就期待下次更多的影片跟直播吧 下影片再見囉 拜拜